接下来方程老师要讲的是演练子六 他说第一个求C95跟C11取8 第二个求如果三倍的CN4等于五倍的CN-1取5 那问题说N等于多少 那C95的话其实跟C94一样 那就是说九个人选五人去参加比赛 其实就是相当于九个人选四个人也要去参加比赛 意思是相同 那你把它列出来 上面是九阶四阶然后九减四五阶 或者说这个列出来也是九阶 然后会有个五阶 然后九减五也是四阶 所以其实都一样就是这么多 那你可以先把它约掉 这边有五阶就把它约掉了 然后四跟二等于八把它约掉 然后三跟九约掉上三 所以三七二十一 二十一再乘以六 一百二十六 第二个 C11取8也是一样你可以等于C11取3 没有没关系 就是11阶 11阶的话就乘到九 然后后面还有一乘到八就是八阶 那为什么八阶要写在这里 因为等一下这边其实是C11取8这边有八阶跟11-8是三阶 那这边有个八阶这个八阶可以约掉 那我就不用全部都写出来了 写出来也一样跟这就是约掉而已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3可以跟这个9约掉 剩下3然后这个跟它约掉剩下5 那3515乘上11就等于165 很快来算出来 那第二小题要说 如果3配的CN4等于5配的CN-1取5 那这个CN可以取4 表示这个N就要大为等于4 那这个N-1可以取5 表示N-1要大为等于5 意思就是N要大为等于6 所以这个题目你算出来 如果N没有大为等于6就错了 要把不是大为等于6的去掉 那什么叫三倍的CN4呢 那就是三倍 那CN4就是N除4接 然后N-4接 然后5写下来 这个N-1取5就是N-1接 然后5接 然后再两个相接 N-1再接5这么多接 那这里就是N-6接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约分一下 这里 5接就是5乘以4321 那就是5乘以4接 那5跟5可以约掉 那我们发现两边都有4接 那我们两边可以把4接再约掉 4接再约掉 然后这个是N接 是N乘以N-1接 就像刚才这个 就是乘到后面 那就是N再乘上N-1乘到1 所以N乘上N-1接 N-1 这一个再乘以N 那N-1跟N-1接 两个N-1接就可以约掉 两个N-1接就可以约掉 所以这里剩下一个N 剩下一个约N 这一个3 这边有一个3 然后这个N-4接 跟这个N-6接 N-4接是等于N-4乘上N-5 再乘上N-6接 N-6比较小 N-6接 那N-6接跟N-6接可以约掉 所以你就会整个 会变成什么 N-4N-5分之3 N 会等于1 会等于1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把它乘过来 就会得到 这个 就等于3N 就等于这个 这个把它乘开 就是N平方 减掉9N 再加上20 就会等于3N 然后一过来 就会得到 N平方-12N 就会加20 会等于 N-10跟N-2等于 所以N就等于2 或者10 10 或者2 那2是不合的 因为N要大于等于6 再可以翻译公体